中国这些年提出的政策 稳定的 这个很有道理 所有一切善法 事出事件法 必须从稳定当中 它才能够生根 才能茁壮生长 如果不稳定 什么事都不能成就 事出事法都不能成就 那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 它就失去了平安跟稳定 昨天还有个杂志 乐凡问我 提到现在的人心 因为他们的对象是年轻人 年轻人没有安全感 年轻人感觉到没有可以信任的人 没有依靠 所以表现的是兴福气躁 无所事从 这是什么原因 这个时代教育造成的 过去的人不 像我这代人还能维持住 没有这种幸福气躁 那是什么原因 小时候 小时候 父母教的 抗战爆发 我们离开了老家 在外面逃难 父亲交给我们第一句话说 记住 家里的祠堂 那就是我们的梗 我们将来可能出去了 再回去 家没有了 但是祠堂在 然后梗 朋友要是联系的话 用祠堂做联络中心 他有个依靠 现在祠堂也没有了 古时候依靠家庭 依靠神仙 孔孟老庄神仙 学佛的人依靠佛菩萨 佛菩萨是经典的教会 不是没信 你心有一个依靠 你这一生有一个方向 有一个目标 如何 对准这个方向 逐渐接近这个目标 人才有乐趣 知道这一生 在干些什么 这是应该要做的 值得做的 没有白做 你自然就感到幸福在其中了 所以安稳 对于释出世间法都是最重要的 佛为这一段事情 新生于世 大声 大喜 祝佛菩萨 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 来教学 不但教学 他做示范 做出榜样来给你看 做出榜样来给你看 就是代表 就是代表 他老人家住世 49年 所说的一切经教 都是干路 都是经法 对于一切众生 决定没有产生 负面的效应 都是帮助人提升智慧 提升的能 启发意味 意味是一个宗旨 一个目标 写徒 涅槃 这个写 也念去神 解开 当动词用 解是对什么呢 对烦恼讲的 烦恼好像个结 打成个结 把你捆绑起来了 结是结烦恼 把烦恼解除 拖是脱离生死轮回 你才能证得 涅槃 涅槃是梵语 一般梵语 用的最多的 叫圆极 圆是圆满 极是清净极灭 这个意思非常好 清净极灭 圆满的清净极灭 就是自己的本性 也就是自己的真心 我做的一部分 就像个结极灭的 这种就是自己的真心